你怎么回事 你就突然回来住 魄儿倒以为你要留在护铺了 支撑的方案谈得怎么样了 你要是不介意的话 下周我跟你一起见高总吧 正好可以帮你分担一下 我要是留下来 你会怎么想 不是一心想回去吗 怎么突然又留下来 是想帮我呢 还是看到至盛这条大鱼 让自己抓住 我留下来也是为了云岚 我从来没有想过 从你那里抢走什么 兄弟嘛 谈不上抢还是不抢 而且你留下来对我来说 影响也不大呀 以前是跟着赵明轩要生意 以后就跟着你呗 你大方一彩 我正好退去二线呗 对吧 哥 我们还要这样 我牵着你 你防止我到什么时候 我们俩是兄弟不是吗 是 现在什么都有了 又想要胸有地宫了 是吧 你以为我不想忘了过去吗 你以为我不想做自己吗 留下吧 留下挺好的 怎么做 那就你和我认为你 我替我之后 你还想要有勇气 你是不是 opens我们 好 高总 高伯 小琪 哥 哥 怎么样 打两句 小显一直约我见面 我呢 最近比较忙 难得今天抽空打场球 就叫他过来聊两句 我刚才跟高总一直在聊 你短时间让季风 登上了黑松针的事情 这事上交给小琪 肯定没问题吧 怎么样 小琪 可以签合同了吗 我唯一的附加条件就是 主理人必须在户谱 还没来得及告诉高总 我已经决定留下来 全力以赴 把制胜的业务做好 那好啊 找时间我待平好久 咱们好好庆祝一下 好啊 单总 慢走 高伯伯 快走 现在是搞定了 你们也要看 再把这件事 解释了 那这个顺梁术 你也能看得到 非常心情 所以大家要更看重你这个人 以后更多的人也会选择你 假如干吧 高总 那我就开门见山了 小七这么多年一直在国外学习 实话讲 资历尚浅 而且云蓝这么多年都是我在打理 大师小琴我可都见过 我相信只要把智胜给 小姐啊 我不是质疑你的能力 这些年你把德局运营得很不错 细致 仔细 面面俱到 但是呢 智胜和德局是不一样的企业 我们需要的是更具有直觉敏锐度 有国际化视野的人 你再说了 你手里的事情那么多 分身发术吧 我跟你说实话 云蓝现在的资历 还算不上能够配得上 我们制胜的企业 我之所以愿意尝试 是看中了小七这个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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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